欢迎收听渔阳为您播讲的长篇小说《载质天下》,请听第382集 横渠镇的五月燥热无比,又半个多月没有下雨了 尘土被风卷起,头顶上的天空都仿佛用辉煌的沙杖蒙了一层 不过眼下正好是卖收石解,地里正是一片金黄 这个时候没有雨水,反而是一件好事,不用担心收上来的麦子,雨水会发芽了 就在一处满是新灾性理的山坡脚下,一架巨大的风车正在下风中咕噜咕噜地转着 将清澈甘甜的地下水不断地从深达近二十丈的深井中提上来 因为正是收割石解,不需要浇灌田地,流往田中的渠口都落了闸 清澈的井水便义无反顾地顺着用水泥和卵石铺成的水渠一路流向镇口,用以给人畜引用 镇中有水井,但水多带着一点苦味,不及横渠书院下的深水井甘甜 虽然仅是一口深井,现在却在浇灌田地的同时,为横渠镇上的几百户人家提供着水源 张赛正站在书院的山门前,浮望着山坡下的一片,在数月间由青葱翠绿转为风郁金黄的大地 青风吹动了麦田,也吹动了山下的两具风车,咕噜咕噜的车轮声就不停地送到他的耳朵里 五十多岁的张赛这些年身体一直都有病,今年转过年来,他的气色又差了几分 脸上还是带着不健康的蕴红,唯有一对眼睛,深邃无比 仿佛能冻逐世间一切的虚妄 他的得意门声苏炳,此时正随势在策 指着书院山门下的一块块卖浪起伏的田地说 除了两景多开在山坡上的田,书院周围的三十多景田地,现今都已经是水交地 虽然才开始收割,还不能确定收成几何,但今年肯定是一个丰收年景 张赛点头笑着,水交地比汉地要强上树被,要不然白渠周围树县,也不会成为关中粮仓 苏炳的心情很好,手上有粮,心中不慌 在横渠书院中,他还负责管账的工作,为师弟们安排食宿,都由他来操心 不能让来求学的世子们饿着肚子 为了满足这一最低目标,苏炳也是操碎了心 等到晒骨之后,书院后面的几个凉顿肯定都能堆满 别说一年,三年之机都能存下了 苏炳喜滋滋地盘算着,去年还有今年的横渠镇上的丰收 让他一向被书院担忧的心,终于可以放回去一大半了 一提起韩刚这位弟子,张在的心情就变得很好 是啊,要好生地谢一谢玉坤了 这是肯定的 苏炳对韩刚的感激是最深的 要是没有韩刚出谋划策,又舍得捐财捐物 如今的书院中,哪里还能每隔几日便有点浑星下肚呢 那些都是用钱换来的 而且没有韩刚的权力宣传 横渠书院如今也不会有那么多来自于关中以外的学生 已经占到了三成还要多 有着韩刚的知识,横渠书院这两年来的发展很不错 当然,韩刚并不是一直当着横渠书院的金主 将自己赚到的钱,一五一十地送给当今的天子赵须 受人以余,不如受人以余 横渠书院周围的一片山坡并不值钱 但种些意大利的果木,两三年之后就能有出息了 而且此处多风,造风车开末房就很方便了 而且山脚下又开了深井 通过属于书院的六寝田,加上锋利末房和周围田地提供 浇灌田地的井水赚到的一些钱 横渠书院能将求学于张寨的近两百名世子 全都安置妥当 张寨回身慢慢地往书院走去 在他身旁经过的学生又要向他行礼之后 这才恭恭敬敬地离开 正门后面的庭院中树木都是不高大 皆与书院童年,也就是三五岁的样子 张寨指着院中一脚的两株并排的柏树 这两株柏树还是书院落成时我亲手所值 也不过才几年的时间,就长得这般高了 苏炳抬头看着这两棵柏树 新修起的房屋 房屋的主人都是会亲手栽种几棵树木 算是做个纪念 有的时候,小树苗几十年后变成了参天之木 但张寨亲手种下的两棵柏树 相距不到两尺,却并不同立 只可惜一枯一荣,命数有别呀 枯荣生发,天道也 生灭自然,又何须心坦 草木如是,仁义如是 存物顺势,莫物宁也 张寨回头教训着苏炳 姬明啊,得道亦须守道才是啊 苏炳愣了一下 然后便退后一步,向着张寨一一到底 学生紧受教 哎,不许如此 张寨摆摆手,示意苏炳站起来 他回头再看了一看这两株柏树 眼底还藏着一丝不舍 再过一阵可就看不到了 日后再见,又不知会到何年何月 先生已经决定要去京师了 苏炳惊喜地问道 是要去的 张寨点着头 不入京师讲学,如何宣扬气学之道啊 韩玉坤为此劫心尽力,也不能辜负了他 昨日从镇上的驿馆送来了一封有天子和中书签押的调令 给了张寨一个极贤效力的贯职,并命他及早入京 所以书院中有点人心浮动 不知道张寨这一去何时才能回来 但几个主要的弟子都建议张寨领下此相任命 气学若想发展,就必须将声望扩大 好将关中气学推广到天下去 张寨正说着话,忽然猛地捂着嘴 撕心裂肺地咳嗽了好一阵 苏炳连忙过来拍着背 过去半天,张寨才停止了咳嗽 无奈地摇摇头 生老病死都是躲不过的 张寨也自知他的归期已尽 唉,这个身子也脱不了多久了 京中名医慎重 必然能有医治好先生病症的医师 张寨没有去理会这明显的安慰之词 自己身体自己最是清楚 有点为韩刚的努力而感叹 唉,只为了这一个极贤效力 玉坤在京城可能又跟他的岳父闹开了 苏炳大笑起来 王安石、韩刚这对翁婿的确是很有趣 哼,韩玉坤也帮了王相公不少的忙 想来他们翁婿二人也不会闹到分道扬镳的时候吧 王介福也是难做 论起性子执拗 韩玉坤不比他差 张寨轻笑着 他可不是没有见过王安石 张寨说笑着 但苏炳心头还是有一点不痛快 韩玉坤和吕威中 好不容易请动了王玉宇 见先生叛国子监 虽说只是进二退一的打算 没想到王介福连一个指奖都不肯留给先生 不能入国子监 其是无妨 其不闻蒙以养正四个字 养其蒙使正者 圣人之功也 国子监中滋滋以求的乃是一个官字 反倒是蒙昧未明的童子 更亦捣其向导之心 张寨回头望望 演印在东侧的片院中 从中正传出朗朗的读书声 声音皆为同志 读的又只是论语 一听就知道 这是蒙学中的小学生在读书 只是带着小孩子间隙嗓音的读书声 听在张寨的耳朵里 却如大礼韶月一般让人舒心 二月蒙学重开 拿着记着葱的竹盖往窗外抛 这开聪明的风俗 可比举世前参拜二生庙 更合正道啊 苏炳默然点头 儒门弟子参拜圣贤 祭拜祖先 只是一个镜子 而不是有所求 为了能考中进士 去拜子录子下的庙 实在是莫名其妙 的确是偏离正道了 张寨叹叹了一口气 重有振奋起精神来 郑蒙一书 已经成书大半 明年当能见全宫 希望这部书 能让人多看上一看 苏炳半功着腰 行了一礼 郑瑟说道 郑蒙数万眼 学生已一一用心记下 但自多难断 学生斗胆 感情已分章区别 以便成颂 不知先生 意下何如 郑蒙一书是张寨 必生心血的结晶 但眼下看来 则只能说是 残金碎玉 断简残章 是一句句 一段段言论的集合 调理性并不完备 在苏炳看来 需要重新整理一遍 并加以最基本的注释 张寨扶着那一株 已经枯朽的柏树 微微笑着 须发在风中漂浮 小而抓周 百无俱全 无意条理明知 取者亦难 的确 虚如济明里所言 取分张解 不过 物作此书 必如此一枯朱 根本之业 无不惜背 可也只是枯之而已 充之荣之 则须尔等之力啊 学生明白 苏炳略略欠身 张寨的意思 就是将分章分节的任务 交给他们这些弟子 而他本人就不管了 张寨慢慢的 向着书院中堂走去 一边走 一边说着话 上经之后 还要多再见一下 韩玉坤 他一向偏于自然 抚养见天地 亲手开辟一条西径 又以实物相艳 的确是难得 但须知 天地之间 不有二则无一 仅是自然之道 就只得一偏 最后难见其成啊 学生知道 苏炳低声说道 不过 韩玉坤不过二十出头 要做到天人两道 并行不备 本来就是有些难 他能追着其中一门 深入考究 已经是难能可贵了 哈哈哈哈 是否是难能可贵 见了他之后 就能明白了 张寨 赫赫笑了起来 带着喉间的残喘 笑声中 清风又起 山下的风车 转得更急 咕噜咕噜的 如同车轮 直望东去 入了三浮之后 天气越发的 炎热了起来 一个让人 无法直视的火球 挂在天顶上 给人的感觉 却是有七八个太阳 一起在散发着热量 天地之间 都泛着白光 炫得人双眼发花 虽然有风 但吹到身上 依然燥热难当 无论人畜 无一例外 都是眉睛打彩的 搭了着脑袋 到边草木的树叶 也都是蔫蔫的 只有树上的枝料 依然在吃饱喝足之余 欢快的 用嘶哑嘈杂的调子 在唱着 虽然已经换了一身 薄沙的袍芙 寒冈头上的汗水 还是沉沉而落 背后也湿透了 米奇被烈日的反光 照得发酸发色的双眼 韩刚有点后悔 如果可以选择的话 他是绝不会选在这个时候 出城来视察 汴河边上 新作坊的工地的 这天气真是越来越热了 韩刚虽是这么在说着 却扔在烈日下 边走边看 新工坊的围墙 已经画好了地界 而通向码头的道路 也流了出来 规划的有条有理 韩刚示意随行的办档 拿起撂在地上的签子 用力敲了敲 只落下了一小撮碎土 看起来厂房的地基 也是用心去夯住了 葬章 韩刚喊来在这里 主持板甲局的管购官 的确做得不错 管着新作坊 休息知识的老工头 正拿着毛巾擦着汗 听到韩刚夸他 连忙将手巾 往袖子里一收 小跑着上来 多谢舍人的夸赞 要用几十年的房舍 下官哪里敢不用心呢 他偷眼看着韩刚头上的汗水 舍人 现在正是最热的时候 连小工都歇下来了 还是等到深时 暑气稍稍退了 再来看也不迟啊 我身子还没那么金贵 一时的暑热也算不了什么 韩刚笑着说 他出城来 也不仅仅是为了来视察工地 只是没有必要对葬章说 如今可比当年读书的时候 要好得多了 不比当年 坐在预设的禅房里 冷得热了 都是要硬熬着的 天将将大任于私人也 必先苦其心智 劳其筋骨 藏章 泽泽称叹 虽然是工匠出身 但显然是读过两年书 他堆起笑脸 不过舍人这不已经是受了大任了吗 韩刚笑了笑 难怪只能在军器间中做事 藏章的马屁功夫尚有待锤炼 话是没得说错 只是未免显得过于粗糙 而少了含蓄 不过看着老工匠 也是满头大汗的跟着 韩刚也是知道体虚下属 挥了挥手 也罢 先回去歇歇吧 参与建设的工匠们 现在一个个都躲在树荫底下 享受着清凉 皇帝不拆恶兵 韩刚这位判军期间 也不能逼着手下的工匠们 顶着能晒死人的炎炎烈日上工去 入下后的这段时间 这一片工地都是四更天便开工 到了几时就停工 歇到了午后 暑期稍退 则重新开工 一直干到初更 总计的工作时间不变 只是要躲一躲这火辣辣的太阳 让葬商回去看着他的手下 韩刚也带着随行之人 回到附近的凉亭中坐了下来 一等韩刚坐下 半档便连忙地上刚刚买来的解暑凉汤 京城人会做生意 只要有人聚集的地方 就能看到小贩们的身影 就在新作坊的工地边 这段时间 有不少小贩靠着从匠人手中 赚来钱养家糊口 展开折扇 一边摇着 一边喝了凉口 已经微温 变得名不符实的凉汤 韩刚抬头 看着外面亮得炫眼的便和水面 这天气一天比一天要热 河北那边也许会更严重 定州路的旱景 这个夏天 也不知道能不能缓解 与他面对面坐着的 确实最近又回到三班院中任职的从建中 今天是有事随着韩刚一起出城来 从建中则是大口的将凉汤喝光掉 痛快的呼了口气 哦 不管怎么说 比起去年要好多了 听说定州路还没有一起发黄灾呢 单纯比灾情大小 的确是不比蓄碎 韩刚叹道 不过呀 这是紧接着西宁六年七年的大汉之后的 又一场汉灾 前两年也许还有些人家 能靠着存粮撑过去 今年可就不能了 按照转运史路来划分 河北分为东西两路 可若是按照经略史路 用后世的话说 就是军区来划分的话 则是分为定州 高阳关 真定 和大明府四路 这一点就跟陕西很像 设有经略安抚史司的 有西河 秦凤 静园 富岩 还有永兴军这六路 而转运史路 过去是陕西路 如今则是一分为二 分别是永兴军路和秦凤路 两种路份的划分 七辖区截然不同 继前年去年的大汉之后 河北北部的定州路一带 今年又是遇到大汉 唯一值得庆幸的 就是辽人的南京道 也同样干旱 同样是流民在道 韩刚不得不庆幸 王安石回来的时候 是迟了点 没人将灾情与他联系起来 可是只要新法依然推行 世人用于天灾攻击新法的问题 就不能解决 水灾 旱灾 蝗灾 地震 说起来这几年的确有些不顺 这些灾害 大宋都经历了一遍 虽然从道理上来说 这是国家地域太广的缘故 加上气候上的偶然因素 但新党为此而损失的民心 却是怎么也挽回不了了 只是从建中就没有这么多感慨了 定州这遗憾 就又该有流民了 于昆 祸福相依啊 黄河金堤这一下子 又可以全力去修筑了 树水攻杀 也能更早一步完工 谁知道呢 韩刚无奈地摇摇头 不见黄河破堤 不见流民在道 就没有人急着死事 朝廷到现在 也没有定下来 谁来提举黄河公益 进度能快起来 那就有鬼了 得了从建中的提醒 韩刚想起了到现在 还没有完工的黄河大堤 重修工程 去年一个冬天过去 河北内里 仅仅是将黄河北岸的外堤 给加固了 而且还没有完全完工 要想开始修筑内堤 还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 对此 韩刚也不心急 慢慢来也不是坏事 反正事不关己 也有人跟韩刚说 这都是都水城 侯书县 在暗中捣鬼 刚才您听到的是 鱼洋为您播讲的 长篇小说 《载之天下》 第382集 欢迎继续收听 长篇小说 《载之天下》 第383集 第383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